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多时间 太长时间 根本都不喝酒了 这个喝茶 但是当时我们说回北京喝咖啡 有朋友说 涛哥你来吧 我住哪儿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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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朋友就这么说 结果今天早上的时候有一时差的问题 有朋友在推特上发短信 在推特上有些朋友问 涛哥发私信怎么发 你就在推特上发我的账号 以短信 以私信的方式一对一的发就可以了 那截止到现在应该推特还算是比较安全的 推特是比较安全的 Facebook我就不敢说了 因为Facebook现在麻烦满大 满大的 大家其实有意无意的都在 我个人都比较 Facebook相对用的很少了 推特是比较多的 那有朋友在推特上发了七八张八九张照片 他说 涛哥我们去后海 石大海那边 古楼 我一看古楼旧大街 古楼旧大街到古楼那边去 我听涛哥说过 在这边经常滑冰什么的小叔 说给拍了点照片 说你看是不是还是原来那样 非常感谢了 非常感谢 有些是 有些不是 有些是能看出老的他没动 就是那些老房的他原来就没动 那能一眼就看出来 有些呢 他修饰过 他就是故意留了那么一片街 有地方修饰过 但是朋友做到这么欣喜 那让石头受宠若惊了 所以我说非常感谢 我也不知道回北京什么样 反正原来我记得几年前跟大家查过 我说查查富裕街那边没了 最后我查到自己的房子 住过的房子被拆掉 已经找不着了 当我查到了我自己的同班同学 住的那片房子被拆的时候 那个残疾我看到 当时我自己挺感 蛮感触的 所以朋友说到这个石大海那边 那冬天现在震华 原来这个时候震华兵 当时在在石大海华的蛮疯狂的 那说实话那是蛮疯狂 八十年代 八零年 八一年 就是七六年之后 刚刚恢复人们有点自由 我们那时候拿大草包 就是手编的 编制大 天津人大概都是天津 天津那一片编的 手工编的 一块钱 两块钱 一个 里面装着兵鞋 刚才中间休息的 我刚才中午稍微说 说咪等会儿睡一会儿觉 睡了十分钟觉 还蒙间滑冰了 还蒙间滑冰了 我不知道跟那个朋友 照那个照片是不是有关系 是孟建华冰了 然后这个冰鞋呢 只不过冰鞋跟我原来小时候 那个冰鞋不太一样 那时候的冰鞋 黑龙的刀就很不错了 哈尔滨出的 黑龙的刀就相当不错了 那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朋友 在大学那时候上 其实就跟那个习近平上的大学班一样 77年 77年78年就有了 叫有点像干修班 但是他们又是有目的栽培的 到这个到这个 跟我们同班学习两年 那个朋友给帮着买的 好像是送的 28块钱 一双冰鞋 后来那多少年前了 听到过这个人的声音 黑龙江省级干部 大概是 那批大学生没出来全当官了 大概是省级干部 现在这个人有没有不知道了 因为他比我还大 所以这个朋友照着那照片 让我说不上来的一种心情 估计快回家了 快回北京了 其实如果正在中国正常人的社会 正常人的社会啊 没人愿意出来 没人愿意出来 北美没有文化 真的 北美没文化 什么叫没文化 如果人是轮回转世的 我们看到的几百年 上千年的古老的一切 就是跟我们的不死的灵魂有关 文化是生命的延续 绝不是写几个字 共产党的邪恶 贯穿了我们大陆人的道理 一切都给他隔了命 把房子全拆了盖新的 那到哪都是拆 到哪都是拆 到了家 家也拆家 女的换男的 男的换女的 对不对 拆就是既得利益 就是现在 生命没有任何延续 没有任何 只图现在 而我在刚才另外一期节目说了 现在根本都不存在 所以用不存在的现在 以贪欲为基础 毁掉了你生命的永远的过去 没有了未来 那才是真正的没有 为了满足不存在的现在 希望朋友能够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个不存在的现在是你抓不着 对不对 而我们相遇是缘分 缘分就是被现在称为那未来的 还没到来的 但是已经牵挂在一起的某种生命的关联 因恶 因善 而产生的生命关联 那不就是 那不就是一种 固定的真实的存在吗 走过了今天的过程 成为了过去 永远不可改变的过去 所以电影里老说 如果你来生是否还如何 瞎掰都成了形容词了 你现在就是你过去的缘分的过程中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在考验着人是善恶的取向 法国大报 回声报 令人恐惧的中国电信巨头 华为 欧洲出现了大面积的 在美国的压力下 出现大规模大面积的审视华为 与5G和在国内 本国的电信安全的这种行动 英国 法国 波兰 捷克 丹麦 都德国 都在相应着 意大利 都在相应着 在讨论这个问题 那欧盟呢 在呼吁呢 欧盟采取整体行动 采取整体行动 因为 如果一对一的 各自为政的话 作为欧盟一个整体 作为一个 北大西安公约组织的一个整体 将很难应对 将很难应对 现在一个必须共同面对的难题 令人恐惧的 电信巨头华为 过年 大年初一 聚焦中国 华为成为了整个在这个 法国媒体当中的一个重点 重点的重点 那他讲说 华为以及中国的网络企业 对法国市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财经 法国的财经报纸回声报 刊登了在深圳的记者 和在北京的记者 发出的文章 华为令人恐怖的 中国巨头 这个 蛮有趣的 那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 但是呢 他在讲的是回声报 可是这里面他提到的是 非加罗报 这两报都是大报纸了 这是 这个是 登这篇中文的内容呢 是法广 法广是四大 中文政府媒体中 相对比较弱的一个 法广 德国之声 美国之音 法广 德国之声 美国之音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我到嘴边忘了 BBC BBC 那现在呢 纽约时报 有了中文版 华尔街日报 有中文版 路透有中文版 路透的中文版 就相太 我以为太弱了 这个 对比他的英文版 太弱了 但是呢 华尔街日报 他的中文版 还是蛮强悍的 纽约时报 也蛮强悍的 但是纽约时报呢 有他报道的特点 我个人觉得 读起来的很多文章呢 蛮吃力的 其他的中文媒体呢 这种大牌子的中文媒体 就相对比较弱 这些是比较弱的 法广是那四个政府背景的 中文媒体中最弱的一个 所以有的时候他在 用词上 大家看起来不太准确 我个人觉得还OK了 为什么呢 不是他自己写的 这是他从法文媒体 法语的文章里翻译过来 所以不是他个人的观点 至于他到底是 费加罗报还是回声报 反正他是法国报纸 我们去看他的核心部分 那具体他媒体 办成了这种样子 那是他个人的问题 跟咱没关系 咱看这壶 咱看这个真正的肉是什么 穿什么衣服下摆就这么回事 用了两个整版评价华为事件 为何称为美中博弈中的重大战场 标题 华为美中政治博弈 以科技博弈的关键 这是应该是其中的一篇文章了 孟晚中被抓后 那国际电信行业陷入一片沸腾 川普跟习近平之间的角力 将决定未来 谁在世界科技领域中占主导地位 川普他是翻译的 如果我理解就川普跟习近平之间的博弈 就是华为生死之博 而华为的生死之博 是因为华为的做法 华为的做法 华为完全是中共体制的公司 华为的做法 代表了今天习近平的 他的核心的利益 核心的实力 真正他核心的实力 也就是习近平的胜负 就在华为身上 就在华为在国际环境中 所占有的地位 华为的崛起的 大规模崛起的时间 跟习近平掌权的时间是一样的 2012 2013 费加罗 驻华盛顿和北京的记者 共同完成这篇文章 谈列举了美国对华为的指控 T-Mobile的机器人手指的技术 那个华为职工 在这个美国企业中的 实验室的偷窃的 这都是我们早讲过了 费加罗讲 其实所有有关机器人的信息 都已经送回到华为的总部 在深圳 美国检方明确讲 华为鼓励他在美国的员工 盗窃相关技术 并基于拒假 所以这部分 他主要是重复了当时相关的内容 但是呢 他就来 以此来讲说 华为为什么这么可怕 为什么这么可怕 盗窃技术之外 美国跟盟国的担心 还是华为与中共政权之间的关系 采访了香港大学的政治部的主任 叫做高靖文 这个人经常写东西 法国媒体很喜欢他 我不知道 就是法广很喜欢他 有一些关系了 他在回答 费加罗报的采访时说 在字面上看 华为的股份是员工所有 但不包括海外员工 外国员工 但他们的股权结构 没有任何透明可言 是 所有在中国赚钱的 都是有权利的 你什么时候看到 普通的员工 会拥有了权利呢 这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不可能的 飞水不流外人田 更何况现在 以肉欲为基础的 今天 中共体制之下的 社会的价值观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都是很简单的一种 一种概念 大家看着我脸上冒油 这屋里太热 灯一直照 一会儿如果再拍的话 擦擦粉就行了 所以大家别说 涛哥脸怎么那么红啊 他是这么来的 灯照着必须 屋里得观炎了 那声音才能干净 所以就这么回事 墙上都得贴上这种 黑的吸音的这种 专业的 你不能叫保温棉吧 叫吸音棉 所以都是死个堂了 在中国任何私营企业 如果没有中共政权支持的话 绝不可能走上成功之路 没错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通俗的道理 就像小孩的 要用尿布湿一样 小孩 小孩想尿就尿 因为他是个孩子 没有 你不用讲任何道理 他就这东西 共产党就那东西 一样 中国问题分析师 简 在回答 回声报时说 要理清华为跟中共之间的关系 他说要理清华为跟中共之间的关系 别的不用看 你只要看一看华为拿到的钱 05年到09年 中国发展银行 向华为提供了300亿美元的巨额贷款 华为的起步腾飞 就离不开一批一批的来自中共政权的巨额投资 王健林干嘛 王健林在瘦身 对不对 那陈小鲁死了 这个这个 邓小平的女婿 孙女婿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基本把他的公司全都知己了 有一个算一个 对不对 郭广 郭广明啊 是郭广 他的公司同样要采取受身的概念 海航很特例 海航的特例 就是要吻合海南岛的腾飞 所以他要求把他其他东西全都受身了 他不敢有半个步子 偏偏华为 华为敢说我跟中国政府没关系 王健林敢说吗 吴小辉敢说吗 郭广昌 郭广昌很厉害了 但他敢明确说我跟中国政府没关系吗 我不听他 他代表着不同的势力 对不对 但华为敢说就这么回事 对专家而言 华为没有收到来自政府的巨额投资 作为一个中国企业 他不得 他也不得不向 中国政府提供信息 因为中国没有类似的法律框架 保障企业所有权 来抵御来自政权的压力 老外呢 比较耿 我只能叫比较耿 他呢 循规道具的去分析 政府拥有国家 对吧 党是太阳 所以政权拥有国家 他拥有国家 把国家当为私有的财产 而共产党呢 现在是被习近平拥有 这个概念 川普连国会 连众议院他都拥有不了 他都指挥不了 众议院可以玩他 这就是一个根本上的压力 所以当这个东西 当重拳都是党的话 你怎么可能企业 要摆脱党的统治呢 这是不可能的 对吧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前后的关系就这样 回声报 员工们就指任正非 一直反复强调 他们所有的设备 都是向客户透明的 客户可以参观 可以自己检查华为 是否在设备中 设有机关 但依然难以排除外界的担心 实际上 费加罗报引用了专家指出 在电信设备机关 窃取信息 这在电信行业 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过去是美国 现在是中国 一个北美电信专家 向费加罗报纸 调侃说 欧洲人可以选择 到底是被美国 还是被中国偷窃 讲得很简单 这是一个共识 对吧 这是一个共识 我说个例子 Facebook的老板 自己有一张照片 他在他用的手提电脑的 顶端的这个 那个相机口那儿 退了口 透明 沾了张纸 那是很著名的一张照片 Facebook的老板 是电IT行业的奇才 他也要用物理办法 把那个相机给他沾上 这就是他的办法 对不对 那他怎么不去查查 谁在用相机 要在用电脑的手提镜头 窥视他呢 瞎掰 所以他说的那话 只能骗没有文化的 不能骗稍有文化的 所谓文化是指文化的常识 对吧 那个东西单个的都不起作用 华为的设备单个的都不起作用 但是当你的机器只要运作起来 在你的设备中 有一定比例 在关键的部分上 都有华为配件的话 华为自己的配件 可以组合成另外一个自动的仪器 只要你通了电运作起来 你查吧 你查不着 胳是胳腿是嘴 脚边泥是脚边泥 耳巴勺是耳巴勺 鼻子眼是鼻子眼 查哪都没毛病 合在一起 他是个人 是个兽 是个猫 是个狐狸 是个美女 是个高富帅 他合起来才是啊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他不合起来 就另外一回事 你查不出来 伸个手指头 你能说他是人吗 你只能说那是个手指 对不对 这就是 那个按照共产党的话 那个猴手指头伸出来 把毛给剃干净了 你说这是什么手指 你敢害怕 你说这不好说 这事 对不对 明白人不好说 不明白人可能就瞎说 这事不好说 得把毛退了 更令人惊讶的是 在中美在电信行业技术 博弈并不一定会使得 欧洲的电信集团 爱立信或者诺基亚 从中受益 很大的原因 跨国集团相互拥有 但他提到 真正受益的可能是斯科 美国的斯科 那支持他 我们看到这篇文章里 法国的文章呢 特别是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很费解的 他说了半天 你不知道他说什么 我几次用法广的文章 都有类似的 但是呢 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讲 你可以看到 在法国媒体中 在法国的社会环境中 费加罗报也好 回声报也好 都是非常大的媒体 那今天他们关心的重点 就是令人恐惧的华为 在欧洲市场 不顾一切的做法 而背后完全是 中共政权的 真正的黑手 这一点 让欧洲 让法国媒体 让法国人 感到恐惧 当他意识到 事情的真相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